《草原丝绸之路》 这里隐藏着全世界唯一一座草原石窟群 它的发现将中国石窟开凿的记录 推进到从未到达过的草原深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26年西夏再次撕毁盟运 承吉思汗亲自带领十万兵马向西夏进军 然而异常意外却阻止了它前进的步伐 蒙古秘史中这样记载 承吉思汗骑一匹红沙马 因野马奔过 马惊 承吉思汗坠马受伤 于朔沃尔河替地方驻营 它在二十六年冬铁呢 熟猎的时候从马上掉下来 掉下来以后红密了 传承到红密了三天三亿 朔沃尔河替 在蒙古渔中 亦为众多石窟汇聚之地 承吉思汗决定在此修养生息 半年后西夏投降 承吉思汗兵故 朔沃尔河替也随着承吉思汗的密葬 销声匿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随着阿尔寨石窟的发现 就有考古学者提出 阿尔寨石窟或许就是蒙古秘史中 记载的众多石窟汇聚之地 神秘草原石窟阿尔寨的真实身份 无人知晓 承吉思汗修养之地的谜团 也亟待破解 一世间所有人都希望 能在阿尔寨石窟的考古发掘中 找到答案 2003年 北京建筑大学教授江中光 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地图上还找不到阿尔寨石窟的名字 有着多年遗址规划经验的江中光 在面对阿尔寨石窟时 也遇到了不少问题 当地大草原谁去测图 没有地形图 还是我们找不到阿尔寨石窟在什么地方 按照地形图找 就可以走的方向 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阿尔寨石窟地处偏僻 发现的时间短 当年知道阿尔寨的人并不多 更没有人对这里进行过测绘 江中光只能在上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边走边测 一点一点地测量出精准的数据 比如说崇溪四汗 这个养伤在那射箭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这都是蚊子描述 但在图纸上就有什么回事 周围还有什么什么一纸 那么一纸在哪里 图上没有 因此我们要把所说的东西 蚊子的东西落在图纸上 从现场测绘到亲手制图 江中光把阿尔寨石窟 从牧民口中的一个地名 变成了地图上具体可查的地点 这些基础数据 为后来的专家们 进一步解密阿尔寨石窟 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地理坐标 在江中光进行基础测绘的时候 德尔都斯博物馆考古队 也开始了阿尔寨石窟的 抢救性考古发掘 就类似于这种石窟 也是石窟里面鱼满了啥 我们总会去看一看它的底部 会有什么遗留物 陶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皇上 一个洞窟的轮廓出现了 但是我们在清理这个世界 它这个地表上 我们清理出来 加上一尺多厚的这个 动物的这个骨骼 当第二个洞窟被打开的时候 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一角短视出的就是个武章 一方上完整的武章 那武章我们去拿到立博去接见过 后来是现在已经被定为 国家一级问题 极为罕见的元代堂卡 精美的擦场 印有范门的青砖 先后出土 但依然没有直接的证据 证明阿尔寨就是传说中的 众多石窟汇聚之地 考古队员从当地牧民那里 打听到一个重要的线索 阿尔寨石窟附近的草原上 有许多与战争相关的地名 当地牧民相信 成吉思汗第六次攻打西夏的时候 曾在阿尔寨石窟附近修养屯兵 这些称为靶场的村庄 就是因为成吉思汗大军在此练兵而得名 这个地方就是传说中的成吉思汗 来这儿坐 是瘦上以后 这儿坐着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地方确实人照顾的痕迹 这边就更明显吧 它就是这儿 这样它这个是右腿瘦上 瘦上和它这个右腿的台阶是高 左腿这个台阶低 然后它这儿坐下以后 它就是看着 整个这一片 那个疤场 好几个疤场都在那边 都能看清楚 传说固然不能成为成吉思汗 到过这片草原的证据 却也给考古队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寻找这片草原上的军事活动遗址 对 现在这看见的就是 当场 然后咱们现在这个障城啊 也是很有一个隐蔽的地方 你必须到钢前才看见 咱们这个苏文雾一过就是黄河 然后那边那儿有一个烽火台 距离阿尔寨石窟不远处的阿尔巴斯山 地形复杂 是守护这片草原的一道天然屏障 阿尔寨石窟所在的内蒙古厄托克起 是中国北方草原上的军事重镇 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这里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许多古代军事活动遗存 蜿蜿蜒的秦长城 数不清的青铜建筑 还有世界规模最大最密集的景群遗址 是中国北方草原上四五百 上一千左右吧 这是新旧所景区 在那边还有好几个景区了 这一带就有十几处这种密集的景区 赫兰雾发现白眼睛景区 还有好多都是阿尔寨的周围 阿尔寨石窟所在的草原地区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聚 不需要开凿水景 那么又是什么人 在这片草原上开凿出分布如此之密集 数量如此之多的水景呢 我们把这个水抽干 准备在这个井底找点这个遗留物 听到底子没有发现任何遗留物 因为成吉思汗攻打西夏的时候 他用了一捏多的尸击 而在这个战争胜利一切 还不知道要打多少捏 才能把这个战争打外 所以当时成吉思汗是带了一个 浩浩大大的成吉思汗大军 激增的人口和马匹需要大量的水源供应 白眼景这样浩大的工程 也只能通过有组织的劳动力 才能完成 这个历史记载 它除了这个蒙古大军 别的军队 没来过 就是下这个海带遗址挺多 但是他们基本上居住在这个湖边和这个河边 而且这么密集里面 应该吃水的人非常众多 除了那种部队 大规模的部队的话 基本上下 一直在这儿居住的人 不可能打这个密集 打这种别旨 与阿尔寨石窟 只有一山之隔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历史上 曾是西夏的政治中心 遍布全市的文物遗址 无不记录着一个王朝的兴衰 赫兰山脚下 与西夏王陵遥相呼应的西夏博物馆新馆 即将开馆迎客 肯定是锡要再大一点 对对对对 然后博物馆的馆要稍微小一点 20号之前这次必须得 得装好 一个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都来台那个地方 最终 馆长施培役 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的准备 我理解的就是让文物活起来 它肯定 文物无声 却也诉说着历史的点滴过往 在博物馆展出的 一千多件西夏历史文物中 阿尔寨石窟的名字 赫然出现在 西夏佛教圣迹分布图上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块图板 是根据相关专家 对于这个西夏佛教圣迹的 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 对近些年发现的一些石窟 进行了这个重新的标注 就比如说我们在这看到的 这个阿尔多斯地区的 这个阿尔寨石窟 这在以前我们在这个 研究西夏的佛教内容当中 以前是不设计的 刚落成的新展馆中 还增设了一张地图 并放在了一号展厅 最显眼的位置 蒙古灭西夏的战争 一共是历史22年 蒙古先后六次进攻西夏 这个第六次进攻 当时成吉思汗的封兵两路 一路是西路军 从东黄开始打 另外一路是东路中 由成吉思汗的亲自带队 我认为蒙古争西夏 从大的方面 这是成吉思汗的 统一中国的一个大战略 那么他首先要拿下西夏 借着能够有条件的灭金 最后攻下南宋 实现全国的统一 这是他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个反应 有他的一个战略意图 那么具体到这个 这个第六次攻西夏的路线来看呢 那我认为途经过俄尔多斯 那么这样的话 他的周边最好的草原 就是俄尔多斯 达尼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所以警令者各地条号和 警令者向清福 那么很有可能成吉思汗的 自回中心 他自己就住在俄尔多斯草原 那么也可能就住在 阿尔寨石窟 2018年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 公开发布了一个重要消息 阿尔寨石窟呢 是一代天交成吉思汗 转战医生中 既有地名可考 又有准确地点可寻 同时又在古典文献 比如蒙古秘史中 又记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文物点 苍茫的欧亚草原 见证了成吉思汗策马奔腾的英姿 而阿尔寨石窟 则抚慰了成吉思汗最后的时光 草原上消失了近八百年的圣地 再次回归人们的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画师当时似乎也在人群当中 并把眼前的一切 用画笔记录了下来 那么我要反映一个场景 它很可能就把现实生活当中的 一些图像就融入到创作当中 在石窟壁画上 有时会出现一组组大小不一的男女 面佛而立 他们当中有身份显赫的官吏 也有平民百姓 这些人都曾参与过开造洞窟的众筹 因此得以把个人形象 绘制在洞窟内并附有提寂 表示该窟的佛像由他们供养 如果从宗教壁画的创作规律来看 这幅壁画应该是一幅供养人像 然而阿尔寨石库的这张全家符上 却找不到供养人提寂 画中的多组人物 也没有明显的礼佛特征 而更像是从四面八方赶来 向端座画面正中的男子致敬 全家符中的人物姿势 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 元代堂卡中的大韩和皇后 一模一样 其构图布局 又与成吉思汗陵内自古相传的 成吉思汗家族图非常相似 这个世俗壁画反映出来的 这个人物 场面和这个供奉的一些东西 它基本上能够看出来 就是和成吉思汗陵 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 不许立传 不许画像 目前 成吉思汗像持有两幅 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阿尔寨石窗全家符中被受尊崇的男子 会不会就是成吉思汗 他为何出现在遥远偏僻的草原石窟中呢 成吉思汗是秘藏 他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的所有最后的秘密 他什么地方去世不会让人知道 怎么去世也不会让人知道 怎么去世也不会让人知道 但是毕竟呢这个名作 这个家座 成吉思汗的好家座 还想保留一些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 他可能采取离调调的 或者是一种很普通的手法 来做了一个计划 只是让自己的少数的 为数不多的人知道 距离阿尔寨石窟三百多公里以外的 内蒙古一金霍洛起 是成吉思汗陵所在地 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一日 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聚集在这里 参与一场名为 查干苏鲁克大典的盛会 以此纪念八百多年前 曾经策马奔驰在这片草原上的英雄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真正的陵墓所在 至今仍是一个世界未解之谜 但这片草原上 人们对成吉思汗的纪念从未停止 每年春天 方圆两百公里内的牧民都会赶过来 在阿尔寨前方举行一场盛大的祭祀 他们遥望阿尔寨 祈求成吉思汗庇佑 阿尔巴斯草原 水草丰美 五处兴旺 每年祭祀过后 阿拉丹 阿尔寨 虽然阿拉丹尼顿 腿脚一年不如一年 但他还是会一如既往地 来到阿尔寨石窟 因为这里不但有他的信仰 也是他和家人 共同守护的圣地 草原上的纷争战乱早已尘埃落定 从历史中走来的阿尔寨石窟 却依然鲜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